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走路快 全部堵在这里了 现在是雨加雪 还要走500米才到崖口 一点都不动了 不知道是啥原因 我要去上洗手间 所以我下车走路了 还得上厕所 这个有点滑 之前我来到设计拉商 还没有这个节目 这个好嗨 这才有种女性的感觉 这个没有鞋 这个只有一根鞋 好 和浆一跳 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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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700多的海拔居然可以放飞自我 这就是经常来到西藏的好处 来多了就不会有高反了 我见过来西藏的50次都有了 这次才是我的第8次而已 大家好我是小薇 这是我第8次自驾西藏 今天从明知出发前往来湖冰川 没想到在燃屋湖又遇下雪 被誉为西天鸟池的燃屋湖 下雪之后显得格外神秘 被扬白雪中的燃屋湖宛如一幅水墨画 吸引很多游客湖边拍照赏景 燃屋湖是西藏中部最大的淡水湖 也是318穿账线上必打卡的免费经典 这次我入住的燃屋活鸡自家房车 露营营绿 这里的海拔3800多米 可能是我多次来西藏吧 这次没有高免账 第二天一早就出发来湖冰川 沿途会经过很多藏族龙肉离架 这里有少人血伤点入水之间 反正让人舒缓节省和向晚的雪地温情 我们继续前行 一会儿就看到了周边山顶上的秋冯寺 这是一座典型的狐狸台湿脸 面向燃油骨 四周景色十分优秘 和5月光大 她吃饭的 鲁线 和5月光大 和5月光大 一会儿 一会儿 她 说什么 坐在地里排太好了 看 快 快 快 我把头伸出去 我被这一侧人羡慕 到站了 现在帐篷更多了 你好 我又来了 对你还记得我 我又来了 来吧 酥油茶随便喝 我知道你说的 很多人骑马 我又选择走路 我不想骑马 因为很早以前 我在丽江 骑了三个多小时 屁股痛了我一个星期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骑马了 还有几次看到别人从马上摔下来 我就更决绝的永远不骑马了 直线的风有点大 雨雪之后 我已经走到这里了 跟我年前来的完全不一样 现在是过不去了 而且也没有那么好看了 在这里被无人机控制 风特别的大 对啊 放无人机的危险 好看 开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的来谷冰川确实要航拍才好看 风太大了 我都没怎么飞 刚刚给大家放的那一段航拍 是一位航拍高手飞的 我就在旁边学习怎么构图怎么飞 下个月去转山赶人多起 刚才有人说我走路跟马一样快 回来了回来了 你好 你好 到波密了 这是今天的房间 看一下外面 今天还好 路上只下了一点点雨 我们在波密县城附近 他好会吃哦 你看他 他把他剥皮 这两个小小的好乖 我看了好久才敢下车 看他们不攻击人 不知道谁扔的蛋糕在这里 好多猴子吃 他们在这里吃面条 从这里钻过去 就能走到前面的寺庙白塔那里 去飞航拍 雨雪后的来谷冰川进不了 又来到嘎瓦龙冰川 这有这么厚吗 你看看这什么里面 这么厚 这多厚啊 随便一抓一大把 这白茫茫一片 眼睛受不了 要戴个墨镜 这雪好深啊 她们已经在这里了 这一切就会发现 后来她的颜色 她们就能参照 这一切 这个项目 看着 切得很酷 总的 放下 我 这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银行动 现在已经全部武装 把无人机收好了 刚刚谁用血弄了我的 我都记下来了 看我报仇 雪客气 此仇不报 废头